市長先跟我們聊一下 我們現在問一個主要今天要做的問題 有關於昨天市長宣布的新證確診婦人 現在有外界質疑說 為什麼當初六月份先生確診 沒有去讓婦人做PCR的狀況 因為他們認為說應該衛生局有強制力這樣子 第一台北市 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 在六月二十二號以前 都沒有強制居家隔離 以及居家檢疫者做PCR 那台北市政府大概在六月初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精準疫調的專案 我們有提出說 我們出相關的計程車費 還有相關的掛號費 然後讓他們先做採檢 那那個時間我們都是協調 拜託請他們先去採 所以我們叫精準疫調 就提早在他居家隔離的期間 我們先發現他是不是陽性 所以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在六月初 他先生確診之後他居家隔離 他一直到六月十九號才解隔 那個時候其實是沒有強制力的 我們在六月九號 六月十號 六月十九號 三次請他去採檢 但他因為有家庭的因素 因為他自己除了懷孕 還有自己一個 還有一個一歲的孩子 他不想帶他去醫院 那他也沒有別人可以幫忙照顧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當時我們並沒有這樣的強制力 所以可能有一些議員他可能搞不清楚當時的狀況 那六月二十二號以後所有的中央規定居家隔離 必須要採檢後才能夠解隔 所以六月二這個太太他是六月十九號就解隔 也就是說在規定之前 所以我們該做的都做了 當時的規定就是 並沒有辦法強制他採檢 那我們也是讓他做完所謂的居家隔離完成之後才出來 所以我覺得防疫不用噴口水規定都很清楚 台北市有多做一步 但是我們不能強迫當事人 一定要讓你出來採檢